现在我们来讲解我们磁脸B台式的 也就那个IET Base台式的一个讲点 然后我们说到仪器的话 它这个也总共是六个探头 好 我们说到仪器之后呢 我们这个配件架的话是拆下来的 我们需要自己去安装 然后这个螺丝的话我们是留在仪器上 然后把配件架装上去就可以了 它这里的话这一边的话是短的是在下面 这里的话长的是在上面 然后我们进行手柄的一个安装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二三 然后四跟四五 这两个是脸颊的 脸颊它是不分左右的 然后二三是眼睛的 它这个是有分左右 然后我们进行给它装上去 好 我们就探头的话 它每一个探头上面都有标识的 就是一 那我们就对应的一给它插上去 然后这里有个红点 然后我们对着这个红点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咖的一身它就是已经上装好了 我们给它放上去 然后我们这个是五 五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是装好的 我们就给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三 三的话就是眼睛 眼睛它就有分左右 脸颊就不分了 这个是二 也是眼睛的 然后我们四的话就是两个脸颊 这个四的话就是两个脸颊 给它装上去 我们脸颊的话它是部分左右 可以两个四它可以随意插的 然后对准这个红点 给它安装上去 剩下的这个也是脸颊的 好那我们这个就手柄这个就安装好了 我们还有个紧急开关 紧急开关的话呢它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接口 然后这里有个凹槽 对准凹槽之后把它插上去 然后这里有个螺帽 给它上上去 上上去之后 这里有个片栅杆 把它挂在这里 然后我们打开仪器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 我们进行看一下界面里面的一个详细情况 我们来到界面之后 我们打开 可以看得到有英文的 然后还有中文的两种界面 这个叫双语界面 然后界面的话可以去定制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 进去看一下 这个英语界面 然后进入之后 这个是男士的 这个女士的 这个就是性别的选择 然后这里是年龄阶段的一个选择 30岁以下就选这个 30到40选这个 40到50就选这个 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年龄阶段 然后进行选择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 这里的话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选的是女性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女士的一个头像 然后这里的话有个M1模式 有个M2模式 就是它输出的频率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它是根据我们需要操作的一个部位的话 进行一个能量调节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 然后进行去看一下 点额头的时候 它就只有这个射频跟微电 然后眼睛也是一样的 脸颊的话 它就是射频加脉冲磁加微电 它是三个功能同时输出的 也就是说额头眼睛跟下巴 它都是只有两个功能 脸颊的话是三个功能的 我们这个就叫2232这个模式 然后我们选任何一个这个模式进入之后 我们根据那个就是需要操作的去调节 一般我们都是能量的话先从低的开始去 比如说我们额头这里 选给它加这个41度 然后这个的话是10% 每一个的话都是以最低标准 先去给客户去操作 然后客户如果说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再进行去往上去加 然后这个是时间操作的时间 我们默认是20分钟 它最高的话是可以调到30分钟的 比如说我客户我想给他做30分钟 这里给他调好时间 然后他就进行输出输出完之后 这个是自动停止 如果说我只需要做20分钟或15分钟 然后这一时间的话 根据我们需要操作的 然后进行去调就可以了 所有的都选好之后 然后我们按这里进行 它就是已经在开始工作的一个状态了 那这个跳跃 或者是我们看时间 它也在跳跃的时候 这个就是已经在开始输出 然后我们如果说需要暂停 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返回来看一下其他的界面 我们刚看的是英文的 我们看一下中文的 中文界面的话跟英文界面的话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的语言不同 我们刚刚选的是女性 我们现在看一下男性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头像不一样 男式的 然后这些设置都是一样的 输出的一个模式也都是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中文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现在返回来 界面的话就讲解完了 我们现在的话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手柄贴片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贴片 也就我们这个凝胶怎么使用 我们总共是有六个探头嘛 对不对 然后眼睛的话它这个是有分左右的 左右两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下巴的 下巴它跟额头的会有点类似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下巴这里的话我们这里 这里就没有这个弧度 然后这里是平的 然后这个额头这里的话 它是两边 两边都是一样的 这额头的 这两边的话它是不对称的 然后这个就是下巴的 然后这个是脸颊 脸颊的 然后我们它凝胶贴片 这里的话都会有个标 然后一二就是我们操作的一个顺序 这边的话是蓝色的一 就是我们先把这一面揭开 揭开之后贴到探头上面 然后这一面的话是白色 白色的它是直接可以贴在我们皮肤上面的 这个是易用的 好 那我们来在手柄上去把它贴上去 如果说我们眼睛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去这样子去对比一下 蓝色的 我们蓝色的这一面的话是贴在探头上面 蓝色的这面揭开之后 然后这一个的话它是直接这样贴上去的 这样子就贴上去了 然后这个贴到另外一边 这样子按照它这个来贴一贴 然后再一个就是到我们的一个脸颊的 脸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先把这一面蓝色的先接下来 如果说它会比较黏的话 我们稍微按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接下来了 然后把它贴到这上面去 这样就贴好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脸颊的就没有分左右的 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这两边对称的 就是那个额头的 这边就是下巴的 这个接下来 然后给它贴上去 这个就是下巴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都贴好了 然后进行在客户的脸上去操作 好我们给客户操作之前 先给客户面部进行个清洁 把脸上的油脂给清洁一下 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凝胶的话它会贴的更服贴一点 然后我们在客户脸上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给他把眼睛的给贴上去 眼睛的话它是有分左右的 这个接下来 如果说它有带上来 我们给它按一下 然后给它接下去 这个就是眼睛 这个就是眼睛 这边左右的我们可以随意贴两边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下巴了 下巴这里的话它有一面的话是平的 然后有一面的话它是有弧度 这面平的我们就是往下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标识从这里揭开 这样子去贴紧它 然后这是额头的 然后这一面它有一个标识的 我们从这里揭开 然后这个是线的话往上 这样子就贴 贴的时候不要贴住客户的眉毛 或者头发了 好那这个就是贴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觉得它这个不是很服贴 给它按一下 这样按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了我们就进行一个能量的区域调节 然后我们见面这里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是国内 我就直接选中文的 然后我的客户的话它是男性的 我给他选男性 然后他年龄比较小 刚好就是30岁以下的 选30岁以下 然后进去 这里的话我有M1 M2模式 然后我们它两个输出 它的一个频率会有点不一样 我现在给它选M2的模式 然后这个是额头 眼睛 脸颊 下巴 针对性的去调能量 然后我们每一个能量 先从低的开始去调 这个我给它选 先从低的开始去调 调到10% 眼睛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脸颊 脸颊这里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这个是有磁的 我们给它把磁也加上去 下巴也是从低开始 然后我只给它做20分钟 然后这个时间就不用调了 然后点这个开始 对 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紧急开关的话 就让客户握在手里 对 如果说他觉得能量强了 或者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想要按那个就是紧急 想要暂停 就按紧急开关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让客户在那里去进行操作 做完2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虽然说这个是 全程就不需要美容老师的 但是我们也要就是随时观察一下 客户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什么需要调节能量 我们进行给客户调节一下 就可以了 总结 总结 那你再按一下 没呀 直接开始我剪掉啊 然后我们 这个翘起了 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客户的话 他现在的一个肌肉的话 是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我们根据客户的情况 如果说他觉得能量可以加强 我们再给他加强就可以了 这个能量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要不要加强 这样怎么样 不用 那我们就给客户做完 做完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持脸逼的一个 进行一个简单操作